我覺得就放到後面也不先講 所以這個音樂節 因為後來覺得說 反正大家也不認識杜蘭的人 即便有節目單 我覺得因為不認識 所以也無聊 那節目單好像沒有很大的效果 所以這個音樂節發展到最後 它變成一個無菜單的音樂節 你到現場你才知道誰會表演 反正它也是 它只有一個舞台 因為體育館也沒有很大 我們現在大概有1000人 那1000人對杜蘭來講 是非常多人 然後我想說這個音樂節也不用大 大了也沒用 那時候留下很多垃圾 我覺得也不太好 然後1000人 如果裡面有300人是部落人 剩下700人 然後分散到部落的每個民宿 這樣我覺得民宿也會有一些收益 不要住飯店 飯店收到錢 飯店就越來越大了 就會有第二間飯店 所以我鼓勵大家 然後到杜蘭碼去住民宿 屬上民宿的媽媽 民宿的媽媽 我都有帶給她 媽 你們是杜蘭的外交官 你們會第一個碰到客人 你們是第一個 你要知道你是第一個碰到客人的人 所以你要告訴她 你部落裡面的生活 所以那些媽媽很 我覺得她們也很熱情 因為她做學生的民宿的媽媽 都很願意接她的朋友 然後告訴她們可以去那裡吃 不是只有Savail的人可以吃 我覺得太習慣都會去的生活 說你會離不開Savail的人 跟網路這件事情 因為她已經充斥你生活中 佔據你太多時間了 所以你不知道怎麼跟部落裡面聊天 當你沒有話聊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滑手機 對吧 拜託不要這樣 那部落裡面就是聊天 這些人在網路上都找不到的 很珍貴的 你一定要去那邊跟他們聊天 跟他們認識一下 還有吃東西 你一直吃Savail 就Savail就越來越大了 所以你要吃 吃什麼 吃 最起 可能大家印象中 山蘇 小米酒 那其實祝福祉還有很多 阿美族很靠海的 你想要吃早餐 那我可以下去抓海膽跟龍蝦的 你知道嗎 就是你跟他講 你跟他聊天就會有 你沒有聊天就沒有 因為他們也不會賣這些東西 你知道嗎 你要跟他們一起去海邊 跟他們一起祈福之後 看左心給你多少 你再去吃 這就是一種生活態度 但是如果這些經濟的支持 給這些部落的人 他們就有辦法做得更好 我自己覺得 所以這個音樂節也不用當 因為多大能住的人 就是這麼多人 所以他就這麼多人就好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生態 對我來講 所以這個音樂節很酷 很奇妙 然後就這樣辦完了 然後給大家很多的想法 在我自己也覺得 我很開心 我可以有這麼多部落的長輩 願意支持我 讓我辦這個音樂節 所以希望明年還有辦 但我自己的想法是 辦兩年就休息一年 不要每年拜 每年拜就很消耗 因為在風零祭的時候 我常常看到一個畫面 風零祭 全部的主人都回來 一起參加氣典 可是接下來呢 氣典外面都是攤販 然後 會因為風零祭來的客人 都是想要來跟原住民一起分享 可是我感覺不到分享 因為他們就看到原住民在吃吃喝喝的時候 他也要跑去去跟著吃吃喝喝 吃原住民的喝原住民的 我只有看到他白吃白喝 我都沒有看到他分享 然後吃吃不習慣 就跑去外面攤販裡面消費 那些攤販都不是部落的人 為什麼 因為部落的人忙著做在辦祭典 就是我參加風零祭 你參加風零祭 你敢出去擺攤嗎 就像你在家裡面吃團園飯的時候 你在吃團園飯的時候 旁邊很多遊客 在看你吃團園飯 然後你跟你爸爸媽媽在旁邊的時候 爸我先去做生意 外面有很多人在看我吃團園飯 在做生意 這種矛盾的心情 你做得到嗎 我覺得做不到 在部落裡面參加風零祭的人 做不到 所以大家還是要回來 把風零祭做完 可是錢都被貪犯賺走 這個矛盾讓我覺得 很不知道怎麼解決 然後外面的意思講說 風零祭會出去部落的經濟 可是客人的品質 跟外面做生意的人 跟外面做生意的人 讓風零祭飯完之後 留下一堆垃圾 可是部落的人也沒有賺到錢 也不是說賺錢這些事情很重要 它只是一種不斷地在消費 所以這個營業節啊 我的攤位也都給部落人去擺 我就讓他們變成明星 然後讓他們自己去 把自己願意分享的 帶出去賣 所以這個營業節在擺攤的時候 感覺會發生這種情況 常常會有買一送一的現象 原住民也不會做生意 你在這個湯塊買東西 隔壁的湯塊會再送你一個東西 這樣很奇妙 但這就是一種回饋的方式 我覺得如果你願意給這些 這群人 就是你 你在部落裡面給這群人力量 他們會更有力量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 而且這個營業節啊 不賣酒的 所以沒有酒醉的人 看不到 因為沒有酒可以喝 很乾淨耶 一千個人 半晚兩天 我以為垃圾會很多 沒有 很少耶 我們大概十二個人 把兩天一千人的垃圾清完 我覺得超不可思議的 然後廁所沒有嘔吐物 豐年紀到處都是補兔 這個 沒有 好神奇 我覺得很神奇啊 好 那我有一個很大的想法 我想說 試試看 明年再拜一次 然後當然我覺得 可能這邊很多細節 我也沒有注意到 因為 我們部落的人 完全沒有營業節的概念啊 一開始要辦營業節的時候 大家以為會像春天吶喊 肯定那樣 就是 大家請人去 然後錢抓完之後 留下一大堆垃圾 可是沒有 我覺得還蠻慶幸的 還有這麼多 sense很好的聽眾朋友來 不是豐年紀那個 來這邊酒醉的朋友 比較不一樣 好 當然 這是我目前先 目前做到的一些事情 然後 當然今天會講的 比較 拉哩拉喳 然後 從抗議開始辦 從抗議開始講起 講到最後 出唱片 講到最後辦營業節 我不曉得大家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然後 留一點點時間 給同學 問問題 我有帶一點小禮物 如果你們想要的話 就是 如果有問問題 不好意思 這個禮物上面 都是我的照片 如果 你不想要 沒關係 他有空白面 可以當筆記 對 然後 那就 給同學做 發問的時間 好 好 那 就是大家 有 什麼 問題 想要問我們 蘇聯 有嗎 你好 你好 就是因為我之前 九十年有看過 就在公司上面 剛好看到 那個 有一個電影 應該不算電影 就是我在那邊唱的 紀錄片 對 所以就是 我是從那邊開始認識你 還有 就是我想問一下 那個時間點的那個 電影 那個紀錄片 大概是 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一個紀錄片 就是那個時間點 是 是我在那邊唱 還是誰在那邊唱 忘記了 我是記得 我自己記得 我那時候剛好就開到公司 然後 就是 什麼 你在裡面 然後有唱歌 然後一個吵架 在裡面 吵架 還有 有路人經過 然後說 都聽不懂一下唱歌 路人聽不懂唱歌 這是正常的 那個 那個應該是 電視單元劇 然後 你要問的問題 我忘記了 其實 什麼樣的機能 我有在 騙子 騙子 我組這個團圖騰五個人 一個是 其實四個是原住民 兩個台灣族 一個阿美族 一個北南族 另外一個我們講平定人 保林明兒 然後這五個人很愛吵架 非常愛吵架 他其實也是一種台灣現象的縮影 很多族群 還有大族群跟小族群 有沒有 他會組兩個 他是最大的族群 其他都很小 然後 我們從 2002年組頭 2003年 就開始被很多人關注 因為 我們不是只有音樂 可能還有講到原住民的議題 也講到一些社會議題 所以才從2002年開始 就很多人來拍圖騰樂團的紀錄片 到現在圖騰總共被拍了十支紀錄片 其中六支是長片 四支是短片 我們號稱夜團界的Discovery 其實大家 對我們在我們身上找到 找到很多可以拍攝的題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五個人 每個人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樣 那我自己比較關注的是 我的故鄉 就是都蘭 當然因為這些素材 所以才有機會被一些電視的導演看到 所以 再幾次突然好像拍了兩支電視的單元劇 另外的話自己也跑去演電影去 你們看我有演的電影嗎 沒有 好啦 然後再下我曾經得過金馬獎最佳新聞 那你們的對手是 還講七號的茂布跟田中千惠 我覺得 我是很開心 有這些導演 可以把這些議題 放在電視上 透過這些媒體 給大家知道 但 今天講到那個作品 我在猜是不是那個 馬志強導演拍的 我在那邊唱 那另外幾乎片的話 是誰在那邊唱 是榮蘭導演拍的 這兩個導演拍圖層還蠻多的 尤其是榮蘭 那拍圖層大概就有三支片子 然後我們還有一支片子 是日本導演拍的 叫《落幕細幕》 那是更酷 因為那個導演是 花了三年時間 每次都從日本到台中來拍我們 我們一直懷疑他是不是坐在台中而已 後來片子在日本去巡迴的時候 圖田也跟著去日本去巡迴演出 所以才 我的聽眾群 粉絲群裡面有一群是日本人 也是因為這個關係 要不然我沒有機會去日本宣傳 他們是透過這些紀錄片 看到我 然後才 包括這是半夜節 有一群 大概十幾個 日本的聽眾群是 坐飛機來台灣 參加這個夜節 我在想他們怎麼 坐公車的 火車 火車他們又沒有身分證 可以訂火車票 然後 對啊 很妙啊 突然還不簡單去 因為我台北到台東的火車班 是很容易就被旅行社訂完了 不太好 你都不開心 公車班是又那麼少 他們又沒辦法像你們這樣租摩托車 所以這些日本客人也蠻妙的 就跑去端 開明眼睛 好 作品在這裡 不好意思 給你看我的照片 一整百 那是明信片 筆記本 還有嗎 有嗎 有了 那個 那個彈號是同體 utta 就是視頻就是你有把很多元素軟用到兩個裡面 然後可能效果因為我也是很多領先在嘗試這樣 因為有可能在嘗試就是把細胞跟你的方式的方式 它會加上去做什麼的 就是這樣子會想想 我第一個就是比如說 沒有辦法理工分別人 就是可能有很多人會把我接觸這樣 然後我想就是很多人 有沒有只是你自己的企業當中就是畢生當中的一個 一個當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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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這位同學講的問題是 當年住民的題材或是元素跟其他的媒介做融合的時候 不管是舞蹈、音樂或是藝術 有時候會失交或者是不被認同 對 所謂的不被認同是不被自己原住民的主人認同 或者是不被外面的人認同還是都有 都有 都有 其實我常做這種跨界 這個時代應該已經是所謂的跨界的時代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跨界的作品在交流 但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一定要掌握到這件事情 就是你想要講的是什麼 你中間最重要的核心是什麼 所謂的融合我覺得只是技術層面方面的問題而已 其實每個融合的方法不公平 是不太一樣 想要融合的素材也不太一樣 可是這只是技術而已 中間真的想要呈現 像我想要呈現的是我的母語 電音、流行音樂只是我的技術而已 所以我把技術學好 一定要學好 學不好的融合會很奇怪 所以把技術學好 把自己想要表達的核心價值 立場確定起來 這樣的融合 我覺得才有機會 比較容易被大家認同 當然認同的意思是 我覺得有時候也太困難 關卡不太一樣 每個人設立的標準不太一樣 但是從喜歡開始 自己喜歡 我才有影響到別人會喜歡 這是我自己在做 我所有原住民作品的時候 的一個初衷 就包括這次要做的新端紀錄 也是一樣 因為不太要唱中文 大家會覺得 中文有辦法唱原住民的事情嗎 還是有 有一些前輩像 陳建年對不對 一直到精彩 近期像前陣子 去年張正月發了一張 是今年海鴨古墓 類似這樣的作品 也是一種很跨界的融合中文 然後講一些生活態度 這些生活態度 可能有些素材 是從原住民的角度發生的 都有這種作品 我覺得可以參考 然後 這樣有沒有回答你 到底有什麼問題 有嗎 有把技術學好 然後 把自己想要講的 那個事情 立場確定起來 我覺得 就有機會 好 好 還有嗎 旁邊的同學 那我要選哪一個 好 好 女生 女生 你說 我想問就是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 他也是人助理 然後 他是部落裡的公主 然後 就是我對文化的東西 就是還蠻有興趣 然後 我就知道他是公主之後 我就問他 關於部落的事情 然後發現 他一問三不知 然後 所以我想問的是 就是 有很多 都市的原住民 現在都在 就是在身邊 隨時都可以看到 那 但是 他們對部落的事情 都很 不清楚 那我想問的是 你覺得 用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 可以讓這些都市的孩子們 回來部落 然後 去傳承我們 部落的文化 他剛才提到的是一種 都市原住民的現象 就是大家對 部落 或是文化的一些 看似很基本面的東西 然後 不是很了解 我問現場 現場有原住民同學嗎 有嗎 有嗎 你有打過獵嗎 打獵過嗎 沒有 那 我再問一下 現場是 家裡是比較傳統的 以前有做過 他講也很奇怪 好 講打獵這件事情 好了 可能這是大家對 也注意的 比較刻板影響的東西 我覺得 你會覺得這是他們 或許有些別人 你會覺得說 這是應該 他應該認識的一些文化 換一件事情來講 如果有一天 你從小到大都在 美國長大 在臥底中 你台灣 那些傳統習慣 那些傳統風俗的事情 那些在美國長大 台灣人 他們要怎麼回答 我覺得 這一定會有這種 類似的現象 跑出來 所謂的認同 我覺得 回歸到最簡單的狀態 就是 一種喜歡 就是 我覺得 有喜歡的 才會有接觸 有接觸的 才會有了解 如果我很喜歡 文化的東西 傳統的東西 然後說 我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打獵 我才會有那個行為 跟著去打獵 然後一來也喜歡之後 才會了解一些打獵的人 像 可能傳說 或是季節 或是動物的習性 這些知識 才會有可能在這些 可是都會 都會去 小朋友 普遍的現象 是 有時候連喜歡 都不知道他自己 喜不喜歡 可能他還是喜歡 Facebook 這種 比較 比較容易接觸到這些媒介 對吧 所有的文化 原住民的文化知識 可能只是透過這些媒介 才去了解 真的沒有 真正的行動 還沒有產生 你說要認同 後來到最後 我覺得他不是 學員的問題 就是 你說這群小朋友 他應該要認識嗎 或許 在學員上面 他有一種不等部的感覺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覺得 這件事情是 普遍 台灣人對原住民的 刻板印象 這件事情 還是很嚴重 就是原住民 第一次喝酒 看到原住民 喝酒啊 打獵啊 拜託 我都會上網 還要打獵 真的 就是這個 怎麼才是 現在原住民 真正活在當下的 一個面貌 而不是只有在 符合大家的期待 那些期待 刻板印象 因為刻到 原住民快要流血 你知道嗎 你不會打獵 你不是原住民 我怎麼 這怎麼回答 我要怎麼回答 對不對 我要問你們說 你們是過年 是真的很傳統 在過年嗎 有在示範跟幫忙 我要這樣 互相去挑釁的 去回答嗎 不行啊 我覺得 就是這個 看來現在在原住民身上 我覺得太嚴重了 所以 我的營業節 如果在形象上面設定 我都不講 回球這些事情 也不講什麼 封面記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已經被太強 很重要 也不必再親講 什麼 我只想要給大家 另外一種 原住民生活的面貌而已 然後都會原住民 會是另外一種 站在這個面貌裡面的第一線 因為它最靠近都市 城市裡面的每一切 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他們或許 也代表了另外一種 一群不一樣的 原住民的生活型態 或許他們家裡面 還有那樣的習慣 在家庭裡面 可是離開那個家 到學校 或是到別的地方 可能看不到 我覺得這些事情 沒辦法一起 或者是它現在有很具體的東西 可以呈現 還沒有 那我會有期待 我自己也很 會很期待 很多人 有機會 可以認識原住民 多一點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台灣獨有的一個文化特色 就是如果你有機會離開台灣 你把世界放得更大 它其實很小 你到國外的時候 你再去分享這些事情 那你覺得 台灣的認同財 會從那時候開始產生 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那我要講到張賢舉國旗的事情 好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好 時間有點拖太長 我不曉得大家 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還有很多問題 我覺得不是只有問題 或許有一天 我還想要聽更多一點 給我的一些分享 然後 沒有的話 我們還是靠借重的商機產品 往不上線 可以嗎 還有 還可以問最後一個問題嗎 還是 還有 Final 好 有 我想問兩個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 才是 第一個是 我們看到杜蘭這樣子 成功的 就是創造在地產業 然後吸引我們 很多觀光客來 然後 我們有保存的文化三分的文化給 就是 給大家想要認識的人去看 但是 我好奇一個問題 是 你會有固執 因為像是長年 像風冰 像是到花蓮 那邊 就是這裡再來交往 像杜蘭 就是坐火車三分 只在搭光客運兩個小時 那邊可能是要經過浴場 然後再到哪裡 就是很不方便的地方 那他們 這些部落 能不能複製 像 突然這樣的模式 然後 也是 就是有這樣的文化產業 突然這樣起來 所以我是 好奇說 就是 這部落 這部落的 這種社區性的產業 例如說 民宿 然後像你們這些 異學家 這樣子 然後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面對像 美麗娃 甚至說 他附近都有一種 不時代進來台灣這邊 然後 對東海岸進行更 誇張的思綠 這樣子 然後我不知道 你對這部落的 怎麼想發展 就對外來人 對不對 很低資源 哇 你的題目好大喔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能力可以回答的 好 我先講好了 那個 所謂的部落產業 其實 我做到的是 我認識這些部落的媽媽 還有部落在做 做手工藝 還有在做 有餐廳的這些叔叔阿姨 因為我在地人 所以我有這個條件 可以認識他們 然後 他不是偶然 就是 我前面 大概花了五六年吧 就是我每年都用 我自己演唱會的收入 然後 在暑假跟寒假 這個空檔的時候 帶著這些國高中生 做一些文化活動 不管是做手工藝品阿 或者是我帶他們出去走走看看 去跟別的部落交流 這些開銷都從我的演唱會的收入去做的 而不是靠補助 演出名補助有一種矛盾 好像不補助就不是演出名 然後 就是部落裡面做任何文化普通 都很需要補助經費這些事情 吃吃喝喝這些開銷 如果政府不給錢 他們就不做了 所以 我一開始 我也沒有靠這些補助 是靠演唱會 然後 前面幾年 大家還覺得很奇怪 什麼什麼 怎麼願意捡錢 這些事情 所以部落裡面有一些些聲音 到最後啊 為什麼我做我家 是青少年集散中心 因為部落裡面有青少年可以聚集的地方 沒有那個聚會所 因為已經被拆掉好幾年 從日本時代一直到現在 然後 那我家就變成很自然形成的一個青少年聚會所 所以這些家長呢 給我的信任 所以他們都會把他們的孩子送過來 那邊已經變成安慶般了 有時候還要幫忙他們戒煙啊 之類的 因為小朋友會學抽抽煙 所以他們送過來 還以為小時候會變好了 那 也因為這些信任的基礎 建立起來了 在幾年 才敢 才有這個勇氣 或者 這個想法也很久 就是本來在台北開演唱會 然後 到部落開演唱會 演唱會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來就要吃吃喝喝 然後 要吃要喝要住 那這些媽媽就是我最好的 產業燦臨的夥伴 因為這樣就把這群人燦臨起來了 但不是今年第一次吧 有沒有 我們在這之前 為了讓部落的媽媽還有叔叔 他們了解所謂的音樂節這件事情 他們完全沒有概念的 所以我在四月五月的時候 已經辦過四場小型的小演唱會 每一場的聽眾朋友 大概在五十人以內 但是第一次只有一百人 我們幫他第四次的時候 兩百多人 我家已經踩底下了 但是這個概念好像就開始形成了 所以到年底的時候 在十二月七號的時候 才辦了這個音樂節 所以它是一個很長的時間累積 然後 不斷的更新所有的想法 呈現了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現在目前接到的結果 將來會變成什麼 我還不知道 因為現在要進來跟我一起 做這些事情 越來越多 然後想法會越來越多 然後這個方法 能不能複製到別的社區 或許是一個參考 但不會是完全的複製 可以給提供幾個 就是有類似條件的部落 做這樣的事情 不斷是因為剛好有這群藝術家 所以有一點點藝術的氛圍 再來就是 有原住民 或者是 剛好這個地名被炒作起來了 因為總統夫人背著 突然國小書包 萬一總統夫人背著 是拉音國小書包 這些情況會不一樣 對吧 但是 就是因為有這些條件 才 很多條件湊得起來 然後 因為最後 因為 這個營業姐 把這些人串起來 才為了結果 這是一個 那你說 面對那個 東海岸 一直不斷被開發 我們本地的心情是什麼 這個心情就好像 資本部落 隔壁的資本溫泉 被開發了三十年 四十年 對 資本部落 我還沒看到 有一個人當上總經理 還是當上什麼人 這些企業體啊 他們的高階主管 單位 都還是自己人 本地人 永遠都是 廉價勞工 事實證明也是 因為三十年後的 資本溫泉地區 沒有一個資本人 當地人 當上什麼樣的主管 那 這個是一種 發展模式 但我覺得這個發展模式 大家已經知道 嘗到它的田頭 也嘗到它的苦苦 其實你看 資本溫泉很慘 然後把冒泉一吹 然後整個飯店都垮了 然後也被泡溫泉 那邊整個都爛掉了 被 被 被開發了 已經 已經沒辦法回到 原來的面貌了 所以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才想到 在我社區裡面 我們年輕人 不是只有 要抗議而已 我想說 有些更積極的做 所以 這個是我的一個嘗試 就是給 不管是提供給 政治 政治家 或是給 想要做事情的 一種思考邏輯 本地人 可以有不一樣的作為 而不是只有 透過所謂的規模經濟 所謂的 蓋飯店 蓋遊樂場 才有辦法 讓動海 有發展 所以 面對這些 但是這些速度很快 因為裁判 速度都是很快的 會讓我們覺得 本地人會有 很有壓力 所以我自己 也背負著很多 跟我同輩的 年輕人的期待 讓我覺得 現在做醫院也非常的 有壓力 那 還不知道接下來 會發生什麼事情 只是 會很擔心 美意外 或者是接下來 很多地區 覺得被 BOT開發了 所以那時候 還是需要 借重大家的 往不少是網路上的串聯 還是實際到場的 去支持 幫我們發聲 就是 大家一定要有感覺 像去東海岸 去 宜蘭、華林、台東 看的海岸線 都是免費的 但是 如果這些 一旦被開發了 你要看海景低盤 你就要付錢 我講這樣的話 是要讓大家有感覺 因為大家 可能對錢 是最敏感的 然後 其他的 我覺得 不管是 心理上面的層次 的